我们在祖师传记里面看到 初初会员大使 一生四次见到极乐器 盯中见到的 从来没跟人说过 最后一次是佛来建议他往上 他才跟大家说 这个金姐过去见过三次 很熟悉了 别人问他 极乐器像什么样子 他告诉人 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一目一样 这个答复是真答 说明它是真的 如果不一样那就有问题了 完全一样 每一次见到的时候都一样 极乐器真有 阿弥陀佛真有 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是真的 不是假的 善道大使这个五愿真是大愿 其他的也是真实愿 这真实愿 最重要的最重要的五愿 凭着这个五愿 我们就得一切放下 念佛往生就读 这五愿真是真实愿 我往生决定臣服 光明无量 光明是智慧 寿命无量 寿命是佛 赢得祝福赞叹 祝福赞叹 意思是什么 一切祝福 没有一尊佛不讲净土善净的 没有一尊佛不宣扬土殊胜的 为什么 只有这个法门 都终生最快说 为什么一些祝福赞叹 是帮助大家破一身心 不是一尊佛念尊佛说 所有祝福都这么说 这能不信吗 叫我们断一身心 幕后第十八月 神年必胜 那我们最近看到 上一个月 朝中邪宗父亲往生 一年 这个人家 是一个断卧修善 急功雷德的人家 做事 针灸苦就难 功德很大了 随着父亲一生不幸福 啊 灵命宗师 最后 那口气还没断 他劝他爸爸 极乐世界真有 阿弥陀佛真有 你应该要相信 要发愿求神 他爸爸点头 很难得 很难得 电头 然后带着他 念 南无阿弥陀佛 就念一身 就断气了 永远往生 往生了 很多人看到 不可思议的瑞相 看到大莲花 莲花放光 他们还拍着 拍着个记录音 全身柔软 比活的时候 还柔软 他叫大众 跟他爸爸握手 人家手上一念 像棉花一样 都带了 要换句话说 顾顾的相信 那往生这一句 一念 就往生 这么容易 不难啊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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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